那么这个无量寿的意思就是时间 我们修行也是由时间来证明 师尊从二十六岁一直到现在 每天修法 每天写作 除了是生病以外实在是没有办法 还是每天写作 每天修行 这个画画 这都是可以一种证明 能够写到现在255 现在再写256了 写256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长眼心 这个叫做长眼心 师尊在修法 什么时候修法 我告诉你 我在睡前修法 你从来不知道 我躺在床上就开始观修 就开始观修 在床上刚刚 这个抖在棉被里面的时候 就开始观修 一直修 修到睡着 修到睡着 然后你不知道还有一种修法 我在开车的时候也能够修法 当然开车要很注意 有时候开车在修法当中 突然间看到前面的车子 我也是很注意前面的车子 看到前面的车子一直在修法 突然间有比较紧急的事 或者突然间黄灯 红灯出来 然后我在开过这个绿灯的时候 又重新再修一遍 重新再修一遍 有一面也可以持咒啊 也可以观啊 也可以持咒啊 也可以 当然不能入三摩地 入三摩地的时候在晚上修 可以由三摩地进入四摩地 这很奇怪 而且每天晚上这样子修 非常好 睡得很好 我要睡觉 根本不用几分钟 马上就走了 马上走进 不是走到天上了 这一个笑话 啊 你那么快就走了 我要走了 你那么快就走了 他说那么年轻就走了 就走到天上去 不是 有时候我们做的 说法当中 但是修法很容易 很容易 我是自己认为 我如果今天少修什么 我就会找出一个时间出来 我再把它布上去 好 能够这样子做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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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了